要驾正面,我继续找人了 你喷我也喷,谁还没个喷子呢 宫楼的神器,喷子永远的神 其实这一波,我觉得有一波操作是什么 就是你既然外围,一波斯嘎跳车了 哎呀,斯嘎真的难受 他就是一梭子按到底以后,他后面越来越飘 是的 队友开车过来,怎么还有人在撑 直接以臂打,先给火力 但是正面一波二打三,SMS已经把站位全部拉开了 不好打了,一个是第一波 七五五在绕后 学人这边的顶住吗,两个就,哇,你的天啊 但是Ebaby也倒了 但是这一波是没办法了,血量太长了 嗯,七五五带走了对手两个二别四 哦,正面七五,只是一丝血高的 人家在12月好像有点,哎呀,抽倒了 能补吗?但是没有子弹了 但你要看这个位置,对手怎么扑上 那张德华放仓这个信息,看看屁股后面哪个队伍能够接上这个顺位啊 然后另一边我们看到,再找就是巨幅跟SMS SMS的踩石场有一点点的边缘是载圈的 而巨幅得去绕到环形山周围 我们到南边是远 看一下17是一个夹角枪线啊,过路的 摩托车啊,地只也先打一个 小鬼好准 木子里在这个电场山逗留太久了 嗯,所以说二事情 XCG开溜,赶紧往前走 毕竟车辆载地不是很多 那再往山坡上走 你会不会冲这个坑呢? 他冲坑的坑是这里 两个人来接 打一个一换一 但是还是亏啊 对于XCG来说 这个人头要被捕了 Steven坑爬 前面有掩体 这对DT来说是一个打击 嗯 之前说 唐石啊 还是不你就早点下去 跟这个有在坑下面集合就算了 是的 确实不好守 哦 最后的Steven分数 是被雪梦给拿下 而运是个独狼 两边先交火 12月的夹载当中 12月是导演 鼓掌难鸣啊 这个时候他就扛个摄像机 你们先打起来 看我有没有机会去 掐点分数 是的 他还拿个DBS 站立地的现场为您报道 哦,来了,开枪连打带捕 哦,韩昊没想到 在死之前 是把韩昊给补掉了 那这个信息给到SMS 现在目前 这个圈切回来 也算是对DT来说 算是个安慰吧 是的 YLG怎么也连续的被 对手给刷屏了 而且是三个队伍 是的 淘汰掉了YLG 现在陨石坑内部 这不好出来啊 这很关键啊 先把分数拿了吧 先把分数拿了吧 先解决目前的困境 脸上的分先拿了再说啊 反正对于SMS 还有巨幅来说 也想进圈了吧 T9好像是按住了Shift 往前去拉的 小五是扎了一个 直扎了一个过点啊 两边SMS跟巨幅 其实拿的分数差不多 我整个眼前是投注我 这部Timing抓得刚刚好 对方再丢闪 一瞬间直接淘汰掉了巨幅 嗯 在这种情况慢慢渗透进来 New Happy是作为一个 目前区内算是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举动 他在观测 2004跟TMA的情况 两边这样一想象 New Happy应该是 会有一种行动 两支队伍Pero和XLG 还在近点交手 但是原点还有MCG的枪线 打过来 厕所大惊被解决掉啊 嗯 还是被MCG给带走的 Eazy一直在看 前帮队友架枪 有没有机会 并没有选择开枪 他一直在给队友报信息 MCG再往里面这边看 不着急封灰烟 现在场面还是比较混乱的 还在找一个交手时机啊 一线烟封好 遮挡了圆点的一个枪线 只能走 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好去作战的 蓝圈已经要收缩到防区 所以说AZ赶紧是回撤 而另一色战场是XCG 和DT DT选择单拉上来 一个手雷 61炸到了央央 还是雪魔 但是有圆点枪线啊 一直在架XCG 只能选择后撤 前前两个人是不太好救的 再拉出来 打一波拉扯 这样的话 将DDT给团灭 那这样的话 整个CBXCG是清掉了 是的 清出来了 SMS 这个时候依旧是将 矛头对走的TMA 牛HAPP现在肯定是想说 能不能看两眼 多打两个 他还在等 这个时候牛HAPP的经验 就体现在这里 他第一时间他是不上头的 SMS这波战斗力好强 他已经陆陆续打到了10个淘汰 他还在杀 是的 现在牛HAPP已经确定了 圈编 24跟SMS 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队伍了 可以选择去清点 直接围过来 我的拉枪 马云龙 马哥 今天可以 对吧 今天SMS给反扑了 他觉得对手可能 你进来没什么位置 我反卡你 有机会 他估计也听到天路在 这个环西山附近在拆枪 就考虑的东西不一样嘛 就有的时候 如果你考虑圈的话 你还是有很多伏笔在 伏笔 小北先拉扯一波 就拉上来 羊羊捕上枪线 将小北打掉 两边一波互换 小鬼 没有正面的进攻性投注 但是速决特意给的压力很足 再来一颗手雷 三打一 看你在底坡能够操作吗 再轻 还在找位置看一下 近点这个可没人 那大概能够猜到最后看完 是的 一个一脚掀了起来 这么大一个披风啊 那山头的位置抢下来了 还不错吧 算是 而另一边 派入跟正面 马云龙直接跟拉过来嘛 对面的人投注 高达打了 但是刺了一换神补枪 我补枪的兄弟在哪里 哎呦 马云龙被直接补掉 这波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马哥是一个人顶出来了 SMS也 在匹空的虎视眈眈 是蓝圈了 像铃铛被打了一枪 还是一丝血 旁边也有人啊 现在是在起火SMS 这个三倍镜的压枪啊 是完全架住了SMS的过点 是的 但是被原点煞煞给K掉了选手的分数 现在有一点就是感觉 没有他比赛利用这个匹空的SMS牵扯Pero 是的 索子轩也被放倒了 再一颗手雷男弹淘汰掉了Pero 是的 对 现场都开始尖叫了 非常难 非常高 哇 实际还有一辆车 直接是下山了 我刚刚还以为他们没车 我想他们下山怎么办 但依旧还是躲不过远点的枪线 明明依法双击张坦克反弹的坦克能救 正面SMS利用手雷给丢一的一波伤害 再来一颗 这高跑小的很有了 我的天 直接一颗雷 连人带车集体炸飞 实际被NZG给淘汰 是的 哇 这第二颗几何呢 哇 博命的 这么博斑 有点难了 到了石头有掩体 男的倒下 这个倒点之后 马上选择架 这是一丝线 没有什么起身的操作空间 天路把马路全部架死 男的也很难操作了 哦 换神 只剩下了换神 是的 先把这个吃屎野的两个人先补掉 远点小同在架枪架的很死啊 换神完全不再圈了 一丝血 牛海匹 确实有点难打了 才圈六 马上只剩三个队伍了 而另一边 三那儿也是被手雷给直接带走 哇 那天路的话 现在一个扩展空间很足啊 是的 因为脚底下 两支队伍在搏洞 然后DT是淘汰掉了MCG MCG3 哦 对 DT是三个人 有机会吗 你想要选的正面突破了 看命炸了 哇 打了一个 这两枪要分析了 换枪 打迷你速点 哇 这边还是 这是远点撒上了枪线补枪 再回头去打这个 是 三打一了 4毛CC 选择强行突破 扔这帽带 要抢顶 没有任何掩体 拉枪打了一个 打一个比个 队友 打一个比个